第35届亚洲城市保龄球锦标赛于今日拉开序幕 为其5天的赛事预计将吸引来自亚洲18个城市 共172位选手齐聚台中 台中市运动局长李玉瑞表示感谢亚洲城市保龄球协会选择台中作为这次比赛的举办城市 并对选手表示祝福 期盼他们可以在台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李玉瑞进一步指出台中市政府致力于进行各种运动相关的建设 包括台中巨蛋体育馆、全国首座足球运动园区 全国首创的国民继儿童运动中心以及全国首座累球运动园区等 这些硬体建设皆代表着市府对于推动运动文化的决心 对于保龄球方面 市府一直与台中市体育总会保龄球委员会进行深度合作 并定期举办各种赛事 以此累积选手的赛事经验 并在112年全国运动会中取得佳机 再度证明台中对于运动人才的培育和推广方案的成功 此次保龄球赛事 除了台湾之外 也有来自菲律宾、香港、澳门、新加坡、关岛和韩国等18个城市的代表队来参赛 主办单位期待透过此赛事能推动保龄球运动的发展 并增进各城市间的互动交流 台中市运动局将持续合作与保龄球委员会以及协会举办各种赛事 为选手提供更多的实战舞台 让他们得以累积更多的经验 朝国际舞台迈进